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梁学长在工研院也做了很久很久了 现在台湾的5G网络 其实我们在学术界或者在工业界 很多都要借助于梁学长这边 他的研究的成果 在工研院在这边有非常非常好的成果 在3G 4G都做了很多 尤其在基地台 基地台方面做的这个是台湾的命脉 核心网络我们没办法 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去 没有多那个这种经费或者是人力去处理 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基地台方面 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想我这个废话少说 梁学长很多的教材 材料跟大家分享 那也感谢梁学长 过去也来东海帮我们开课 也非常感谢 那我想之前也有几个同学都修过 都在梁学长的教导之下 都有非常好的研究的成果 我想我就那个废话就少说了 这不是废话 这是我刚刚讲的是真实的 我说其他的废话就少说了 那我们把时间就留给这个梁学长 好不好我们再欢迎梁学长 谢谢 好谢谢老师谢谢 我就开始等一下 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这样应该看得到画面了吗 有了 现在有 有吗 那我想因为已过 我去系上大概连续上了两学期课 那因为我想再来慢慢 我慢慢年纪大了 所以没有办法体力上面不堪负荷 所以晚上可能就会 比较没有办法到台中去这样子 还年轻 老师就让我大概 原本是排了两次 那原本也是要到台中去 那因为现在COVID-19的关系 其实当然我东海毕业之后 就去念台湾科技大学 那时候叫台湾工业技术学院 其实真正带我做论文的是 是老师 是李老师 老师刚刚那时候刚好 应该是刚好博士班毕业 回到东海去教书 然后就还是回到实验室去帮我 那时候都是老师在帮我 我想有机会 我想这个课 我想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所以我带定了一个题目 叫带你认识5G 因为已过可能也陆续到 到一些学校去帮他们 上这方面的课 发觉学生要在 可能在一两堂课之内 能够认识到很多 实在是非常不太容易 所以我想我用稍微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 让大家认识认识一下5G 所以今天是part one 那我想第一个先 先让大家认识 到底5G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 可能现在目前 慢慢这个5G 可能已经推出来 虽然可能大家还是 现在目前都还是用4G 但是我想这个名词 已经听了一阵子了 可能大家慢慢慢慢 会有点熟悉了 所以第一个先 大家稍微认识一下 什么是5G 第二个我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大家为什么要来认识5G 包括可能今天来上课的大家 可能你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课 或者是要来上 呃李老师的这门课这样子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来认识5G 认识5G之后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 能够做些什么事 再来呢 我们就来来看看啊 这个5G哦 呃现在可能大家外面啊 这个讲的好像非常的呃魔幻 我把它取成叫做魔幻世界 呃就是啊 啊未来啊5G啊带给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想象力 啊非常多的想象力 那啊最主要其实这个第三个项目啊 我可能就想可能用一些呃现有的影片啊 来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呃看看5G啊 啊未来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应用 那有了5G之后啊 可能我们的工作环境啊 呃我们生活的环境到底会 有可能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那当然有些是比较科幻一点啊 但是呃很多东西啊 呃就是从想象力开始的 所以啊第三个部分啊 我稍微就带大家看看 呃5G啊 可能到底有有有一些什么样子 可能的这个应用 啊那然后呢慢慢啊 从这些的这个应用啊 呃我们再来啊慢慢来看看说啊 啊5G啊整个的网路啊 5G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呃它会组成一个网路 那到底5G的网路啊 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啊 到底会有哪些的这个部分 那就包括可能老师刚刚讲的call network 包括Rain Rain叫做radial access network 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 人都之前上过4G那边的课 啊如果上过4G那边的课 可能就会对这些名字稍微熟悉一点 啊行动网路里面通常就会分call network 分会分 呃radial access network 那我我当然现在是比较在做 所谓的radial access network 就是基地台的部分 那其实我大概在 20 啊20 啊2000年的时候啊 2000年的时候 呃就开始做所谓的核心网路 那时候是第2.5代的核心网路 啊所以行动通讯系统大概从 啊2.5代啊那边就开始做起 然后做第三代第四代 然后现在做第五代 那其实我就是在做核心网路的时候 然后认识我后来博士班的指导教授这样 后来我就去找他读书了 因为那时候他是我们的的指导员 那我指导员 所以我后来就找他去读书 啊所以啊这个5G的核心网路啊 5G的这个整个网路啊 其实跟4G网路一样大大比较大的部分啊 就还是区分叫核心网路叫做啊 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啊无线接取网路 radio啊 射频的接取网路 radio access network 那另外5G的网路啊 有另外一块可能 谈的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 呃叫做mobile edge computing的东西 哦5G啊就正式会把啊 所谓的mobile edge computing 呃纳入到5G网路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mobile edge computing啊 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到5G才有了 其实从从从4G啦 或者是甚至有线网路 我家里的ABS哦 那个他们也在谈啊 很多地方都在谈所谓的edge computing 当然啊啊 mobile edge computing 当然指的比较特特别指的是 行动通讯这边的这个edge computing这样 但是啊这个到5G的这一个时代啊 他就正式啊 把mobile edge computing的东西啊 就纳入到其他啊 他的这个5G网路的这一个标准架构 其中的这一个一部分这样 所以啊我们大概啊就就用这些啊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5G的行动通讯网路到底是长的什么样子 那今天的投影片可能大概只能讲到 核心网路的部分我猜 如果时间控制的算算还可以的话 应该就讲到核心网路的部分 那下一次的课我们会从 呃所谓的ready access network 然后讲基地台 然后讲一点mobile edge computing 再下来如果大家慢慢啊 这个认识 呃稍微啊对整个5G的 行动通讯网路稍微有一点点概念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 那除了这些网路架构以外 呃5G啊到底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技术 比较重要的技术 所以它才被称作是5G这样子 所以5G啊不只是啊 它的一个网路架构 它有一些比较啊特别着重的 或者特别重要的技术 所以我这一点啊把它叫做 呃我们一起来鉴赏一下5G的内在美 就是它实际内在的呃一些重要的技术 呃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样啊 是跟跟以前的4G啦 跟以前3G或其他的呃技术是 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不见得完全不一样啊 但是是5G啊比较呃特别强调的 5G特别强调的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说啊 这个呃毕竟呃你们在学校啊上很多课 啊上很多课那到底学了这些课啊 到底呃跟5G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啊你们呃上了这些课啊 未来如果说啊因为比如像我呃学校毕业之后 可能就一直在做呃比较研发相关的工作 到底你们学校在学校里面学的呃那些的功课 呃或者是做的一些的这个研究呃 呃怎么样子应用到5G啦或者5G啊在在实作的时候啊啊或者是在研究的时候到底会用到哪些东西啊我们就稍微跟大家聊一聊啊就从我做的这个基地台 而里面呢到底会用到哪些啊啊啊比如说资工系啊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啊电信系或电机系啊在学的一些东西 那学了这些东西之后你怎么样子成为啊5G研发团队的的的的一员这样子 所以呃我的题目啊本来叫做如何与5G一起共舞 这个共舞是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呃叫做那个与郎共舞啦 不过那个舞是跳舞的舞那我们这边借用他一下说啊我们学了东西以后啊这些啊这些东西啊怎么让我们成为5G啊这个研发队伍的这个议员这样子 所以大概整个可能这两次的课我可能就分这几个大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先先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呃呃呃呃带大家认识一下5G到底是什么哦稍微回回顾一下计算机概论啊不是这个概啊随便概一概的概啊啊大家记得这些数字吧哦 1G这个等于1000Mb啊1024Mb再下来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啊这Terabyte啊在我们在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就是在东海大学的那个时代 我们用的那个记忆体啊或者是硬碟啊或者是不管怎样那个我们我们那时候用的叫做软碟啊软碟我记得那时候是是用的是一片大片的一个软碟叫做1.2Mb吧 哦1.2Mb1.2Mb一大片这样子啊后来我们到的大市的时候啊呃有一个东海东海的学长就是我同学啊他就买了一个硬碟机啊买了一个硬碟机那时候硬碟机呃多大呢 50MB 50MB的硬碟机 那时候所有全班的同学都 都对这位同学投以 非常羡慕的眼光 居然有一个硬碟机 可以大到50MB 不过如果现在的 角度看起来 50MB实在是非常小的一块记忆体 现在的随便的一个硬碟 通常都几十GB 几百GB 甚至现在有TB TB 在接下来数字我相信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了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下一个数字是什么你知道吗 叫Petabyte 其实这个我在做身份投影片之前 我也不知道 我是去查了一下 那或许可能少数人还知道 这个Petabyte 再下来 我猜就没有人知道了 应该是 再下来是这样子 那所以 5G到底是等于什么 这个如果我去上实体课 我就会问大家 请大家算一算 5G到底等于多少bit 大家知道吗 在这边没有办法 没办法看到大家的表情 或是没办法请大家算 我去真的上实体课的时候 就到教室去上课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就会在那边算 发觉被我骗了这样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5G 跟几个bit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没直接关系 当然5G 它会定义一些使用者的srupt 它还是用多少bit去算的 但是你不要去把5G 就换算成多少bit这样子 会被人家笑 那到底5G是什么 一个G 这个G就叫做generation 就是一个世代的意思 就是一个世代的意思 那既然有5G 就会有1G 2G 3G到4G 会有第一个世代 第二个世代这样子 那我在开玩笑就是 每一个generation 通常也意味着这个 有一个gap存在这样子 就是1G跟2G 都会有一个gap 2G跟3G中间会有一个gap 就这样这个可能 我跟跟李老师可能是 李老师可能是不晓得 是4G 我是4.5G 那你们就是5G这样子 当然我不太希望这个 这个你们跟我跟李老师中间 有一些gap 但是这个gap的 我赋予它另外一个味道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其实这个 在行动通讯里面 这个每一个generation 还真的跟它的前一代 一定它的技术上面 一定会有一个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又把它戏称叫做一个gap 所以其实1G 从1G到2G到3G到4G到5G 那就像这个 我跟老师是4G一样 你们以后是必须是5G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每一个generation 它代表的意思都是 更好更快 有点这个味道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好还要更好了 那这个用在技术上面 当然是这个样子 就是1G 2G 中间都会有一个 不太一样的这个技术的提升 那其实用在学生 用在你们跟我们身上 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你们应该可以号称叫做 5G世代的 5G世代的人 那我跟老师或许是 是称作4G世代的人 但是这个虽然现在是 我跟老师在这边 帮你们上课 但是你们 以后这个好还要更好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们以后 不管是做研究 或到外面工作 你们应该是会做得比 比老师比我更好这样子 这是当然是我们对你们的期许 但是这里讲出 这个就是这个generation 4G到5G 其实它就有不太一样的技术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到底每一个generation 它的技术上面 到底有比较什么样子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在做行动通讯技术 做这个行动通讯技术 大概每一个generation 它大概都会维持 大概10年的时间 所谓维持10年的时间 就是说从这个行动通讯 它都会有一些 所谓的行动通讯的技术的标准 标准 就是说我做这个技术 是根据某一个标准 去做出来的 那这个标准 通常都会有一些组织在制定 那通常都是从这个标准组织 制定出第一版的 这个标准出来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技术到非常被广泛使用 大概这样的时间 大概都是10年 都是10年 比如说4G 4G可能我记得是 大概是20 应该是2007、08的时候 标准被制定出来的 那大概是前几年的时候 才非常被广泛的使用 比如说像在台湾这边 那像5G的标准 5G的标准 所以4G大概我记得是 2007、08的时候吧 那5G的话 5G的这个标准其实是 它的第一个标准 大概是到2018年 如果没有记错 大概是2018年 所以中间 标准跟标准中间 大概就是差了这个10年 但是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大家做技术 需要知道 其实不是说这个技术 要一直做10年 它才做得好 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10年 有可能是牵扯到很多的因素 包括很多经济上面的因素 比如说我布建一个行动通讯网络 电信业者 它去布建了一个新的行动通讯网络 它就要投入非常大的资本 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它不太可能 布了一个网络之后 隔美几年 它又布了另外一个新的网络 简单说 就是它之前布的网络 它的成本还没有回收 它就不太可能再去 不太几乎不太可能再去布 下一代的行动通讯网络 系统这样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为什么每一个世代 它需要10年的时间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刚刚讲过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世代中间 其实就是它是会有 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技术 在的 那这个不太一样的技术 乃是因为它有一些不太 不太一样的应用的需求 或者是说 其实这个不太一样的技术 也带进 各种不太一样的这个应用 这样子 有时候技术跟这个应用的这个需求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老机生蛋诞生机的问题 有时候技术出来 它就会有更新的这个应用出来 那新的应用出来 它就会有一个更新的这个需求出来 它就会需要更新的技术 来支持它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4G 从5G 从1G 其实它 它以前就是 专门只是为了做通话 做讲电话用而已 讲电话用而已 那第一代行动通讯出来的这个时候 这个这种手机叫做大哥大 所以台湾有一家电信公司 叫做台湾大哥大 就是从这个 第一代行动通讯的这个 手机这个名词 沿用下来的 台湾大哥大就取名这个手机 叫做大哥大的那个名字 那第一代行动通讯呢 其实它是用的是 所谓的类比的系统 Analog Analog的系统 那它的这种 Multiple Assets的技术 是用所谓的 Frequency Division 就是用它用频率 用不同的这个频率 来切分 使得这一套系统 可以让多个人使用 Multiple Assets 多个使用这样子 多个接取 所以这是大概是 第一代行动通讯系统 主要用的这个两个技术的特性 它是类比的 然后它是用 Frequency Division的Multiple Assets 那到了第二代行动通讯系统 那第一代的行动通讯系统 它通常都只能用在比较小的这个区域 而且常常你的手机 如果带了到比较远的地方 或者甚至你出国 可能它就没有办法使用 那是有一些的这个原因的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代的 这个行动通讯系统 第二代的行动通讯系统 它就有一个眼镜 它是用所谓的数位式的Digital Digital的就是 其实它在Frequency 这个每一个坡里面 它就做一些 做一些Modulation 做一些Sampling 所以它就可以把一些数位的讯号 带在这些原本是 类比的这个坡型里面这样子 所以它是用数位式的 然后呢 它提供所谓的Multiple Asset的方式 它除了Frequency以外 它又加入了所谓的Time Prevision Time Prevision就是用时间的方式 我把一个坡 它可能又切成 或者说有一段的这个频段 我又切成很多种 很多个Time Slot 那每一个Time Slot 可能又可以给一个使用者来使用 不同的使用者来使用这样子 所以到了第二代行动通讯 它的能够提供使用者的这个容量 就更多了 就更多 那因为它用Digital的方式 所以它对于一些Security 加解密 加解密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去做 比较容易去做 所以第二代的行动通讯系统 它的保密性就会比较好 保密性比较好 另外一个呢 它会提供所谓的Global Roaming 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Global Roaming 这个名词大家知不知道 Roaming 漫游 漫游 就算你今天如果带了一个手机 原本是中华电信的 你是中华电信的这个使用者 那你如果有申请这个漫游的这个服务 你今天跑到日本去 跑到欧洲去 你都不用换任何的SIM卡 换任何的东西 你就可以继续使用你这个手机 去打电话去上网 这种服务叫做Global Roaming 所以这几个我觉得是第二代行动通讯 跟第一代行动通讯 它有非常大不同的这一个地方 有非常大不同的这个地方 那因为像有Global Roaming 这样的技术 所以这个一般人 人对于这个手机使用的这个习惯 就变得不太一样 就变得不太一样 因为你可以带着手机到处跑 不管你跑到哪边 这个其他人都可以找得到你 其他人都可以找得到你 另外是到了2G的时候 它就开始提供一些的这个数据的服务 刚开始这个1G只提供语音的服务 到了2G的时候 这除了语音的服务 它还提供少量的数据的服务 那就是所谓的简讯 简讯从2G的时代就开始有 所以这是2G跟1G 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到2G的时候 2G其实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我觉得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子评论 就是2G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或者比较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技术 相较于1G的话 它是会更为普遍的被使用 那到了3G呢 3G它又不太一样 因为刚开始2G的时候 它就提供了一些少量的数据服务 到了3G的时候 它希望除了少量的数据服务以外 它希望3G的手机也能够上Internet 这个球代表是Internet的服务的意思 所以开始的时候 3G就希望开始慢慢提供 所谓的Mobile Internet的服务 Mobile Internet就是Packet Switch的服务 以前都是最主要都是Circuit Switch 到了3G的时候 它就开始慢慢着重所谓的Packet Switch 甚至希望你的手机是可以上网的 到3G时候 那确实到了3G的时候 手机其实就可以上网了 上Internet 所以慢慢的Mobile Internet的时代 就开始来临了 但是3G的时候 因为它的频宽 能够提供的手机的Support 还非常的低 可能大概都是只有几Mega 那所以一般人就还是习惯 用桌上型电脑的人 或者是用Letup 就是笔记型电脑或桌上型电脑的人 他用习惯的那个比较快速的网路 他就还是不太习惯 来用3G的手机去上网 那那时候 3G手机的这个萤幕 可能还没有 也还没有到那么大 不过总之3G 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希望 带进一些数据的这个服务 Internet的这个服务 那他比较重要的技术 在比较底层 他就把除了 因为他把一些更进一步 加上所谓的co-division的方式 所以co-division呢 就是比如说 这个不管是他比如说frequency division 你如果两个人都同时在讲话 那可能你就不太容易听得清楚 这两个人在讲什么 因为彼此会产生比较大的干扰 比较大的干扰 但是你如果加上所谓的co-division的话 这个就好比说 这个可能两个人讲话 两个讲话 但是一个人是讲中文 一个人是讲英文 那他的干扰就会少一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co-division 不同的语言 就是用不同的code去编码这样子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辨识的出来 到底是这个英文是谁在讲的 这个中文是谁在讲的 比较容易辨识的出来 那这些的这种co-division的技术 又分成三个不同的branch 那这三个不同的branch 就也形成三种的这个标准 那有所谓的warband CDMA CDMA 2000 还有一个叫TDSCDMA 那TDSCDMA这个技术是大陆 大陆那边主要在推动的这个技术 那虽然这个技术没有很成功 但是这个技术后来用到4G去 就是LT这边就取得非常大的这个成功 这样所以大陆那边从4G开始 他们行动通学的技术 就可以说进入到比较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了 全球领先的地位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3G的时候 就发展了这个TDSCDMA的这个技术 那warband CDMA最主要是 应该是最主要是欧洲那边的标准 欧洲那边 CDMA突烧人的话 大概就是北美 北美的标准 但是到最后3G这个大概是warband CDMA 大概还是最后变成主流了 变成主流 台湾好像只有一家电信业者 后来3G采用CDMA突烧人 亚太的样子 亚太 那这是比较前端接取那边的这个技术 大概有这三个 那在核心网路那边呢 他就同时提供了所谓的Pedic Switch 跟Skid Switch的核心网路 就是他的网路啊 那不再只是做所谓的Skid Switch 他也做Pedic Switch Pedic Switch 那什么是Pedic Switch 什么是Skid Switch 你们如果有机会 上上电脑网路啦 或网路的一些课程 我想应该会知道 那再来就是语音的服务的部分啊 他也就希望啊 原本语音都是跑在Skid Switch上面 那就是慢慢的到3G的时候 他就希望导入所谓的VoIP的系统 VoIP的系统 所以这是3G跟2G比较大的不同 但是啊 说实在的这个 到了3G的这个时代啊 他的应用服务 大部分都还是以语音为主啦 那原本啊 这个希望3G的时候 能够提供一些 Internet的这个服务 是可以提供 但是好像没有到使用上面 没有那么的普遍这样 没有那么普遍 那所以3G啊 这个就就我们来看了 其实他不是一个非常太 太太太成功的 被成功被使用的系统啊 当然现在所有的系统都变成3G了 但是就使用者来讲 其实用3G跟用2G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一直啊 到了这个4G 就是LTE的这个时代 当然4G还有 之前有其他标准像Wimax 到了4G的这个时代啊 才可以称作啊 真正是啊 所谓的Mobile Internet的时代来临 这种Mobile Internet就是啊 所谓的行动啊 移动的这种网际网路服务了 以前啊 这个Internet的发明呢 就是对人类人类的生活啊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展 但是啊 这个Mobile Internet的 这个时代的这个来临啊 把人类的这个生活啊 带到一个更不太一样的 这个境界啊 不太一样的这个境界 在在在学长跟老师 比较年轻的那个时代啊 你大概很难想象啊 这个人啊 就是一般的人 他会拿着手机在那边看电视 但是我相信啊 这个你们现在啊 这个拿着手机啊 在看影片啊 看YouTube啊 甚至有些电视节目的频率 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了 那这个是以前的 在我们那个时代 在年轻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那所以到了4G的这个时代 可以说是真正的 所谓的Mobile Internet的时代的这个来临 所以他就提供了比较高频宽的这种数据的这个服务了 高频宽的 那当然他的有些的 比较底层的接取技术啊 就是off DMA啦 就是有一些 osgonal的这种frequency division的 multiple access的技术 就更进一步被提出来 那这个技术提出来 就更有有助于整个行动通讯网路啊 提供这个数据的这一个服务 那到了4G的时候啊 就真正的全部啊 都都没有 都没有secute switch的网路了 哦 他的核心网路里面就完全没有secute switch了 所以你如果要存在 纯粹的 纯粹的 这个4G的网路上面啊 提供语音的服务 他就一定要跑VoIP 哦 那你如果这个系统里面啊 这个没有提供VoIP的话 你们就会发觉啊 当你的手机啊 你如果今天拿起你的手机来打电话 你如果你的你的 你没有跟你的那个operator啊 就是你的电信服务商 去去购买所谓的IMS的服务啊 你就发觉你打电话的时候啊 你在你的手机的左上角这边 原本是4G的 在你打电话的时候啊 他会马上跳回去3G 他会跳回去3G 那跳回去3G啊 其实他就是跳回去 所谓的secute switch 所以啊 这边会有一个技术 叫做CS fallback了 就是我在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fallback 跳回去啊 这个回到这个secute switch CS 所以他叫CS fallback的技术 跳回去3G的secute switch 那边来打电话这样 那所以到了4G啊 这个就真正的 所谓smartphone的 这个时代的来临啊 那也就是mobile internet时代的 这个来临 那啊就是一般来说啊 这个我们会觉得4G啊 会跟3G的这个使用啊 或2G的这个使用 有一个非常不太一样 就非常明显的 这个进展这样啊 就是一个mobile internet时代的来临 那5G呢 那5G呢 到底跟4G有什么不一样啊 5G跟4G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想这边画了很多图啊 这个图你们可以 啊 稍微自己慢慢想象一下 没有关系 不过我在这边提一个提一个应用啦 或提一个名词啊 你们稍微记一下啊 可能以后说不定会会遇到啊 或者是以后你们到了呃工作啦 或者是未来你们有机会啊 继续念研究所念博士班啊 或许做行动通讯网路 或做其他的应用啊 有可能遇到 我们说啊 这个以前啊 在行动通讯的这个时代啊 以前internet开始的时候都只是固定式的嘛 啊 你在桌上型的PC上面可以上internet去用服务 那到了4G的时代啊 internet就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形态 叫做mobile internet 所以啊 从internet到mobile internet 啊 这又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进展 在使用者的生活的习惯上面呢 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 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impact 非常大的影响 那5G啊 其实刚开始提的时候啊 就提到了一个叫做杀手级的应用 有些人不太喜欢称这个叫做key application 不过就是一个大家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啊 不太一样的5G的这个应用啊 叫做tactile internet 哦 internet刚开始就叫internet嘛 然后更进一步叫做mobile internet 那到5G的时候啊 就提出了一个名词啊 或者说啊 一种的这个应用叫做tactile internet tactile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是TAC tactile TAC T-I-L-E的样子 tactile 那个那个字啊就是触觉的意思 触感的意思 触觉 人的触觉 大家知道人 人有几种的这一个感觉吗 或者说感官吗 人啊 人其实有这个五种的这个感官 第一个可能大家知道了 就现在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嘛 所以听觉 听觉是一种感官 那现在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画面 我的视频 我的那个video嘛 或者说我们如果面对面的话 你看得到我 所以第二个啊 叫做视觉 第二个叫视觉 大家有没有知 有没有发觉啊 其实现在 现在不管是听觉或视觉 你会发觉啊 都可以透过internet 都可以通过internet啊 达到啊 这个人跟人中间的 视觉跟听觉的这个感受 比如像我现在讲话 你们那边啊 马上就几乎啊 不太有任何的delay啊 就就你那边就几乎是可以马上听得到 好像啊 我就在现场那边 现场啊 在跟你们讲一样 第二个啊 你们现在看到我这个影像 当然不能够说 像我在现场 但是至少啊 你们可以看得到 我在这边一举一动 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好像我就在现场一样 所以啊 这个透过internet 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视觉跟听觉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那所谓tiktok internet 那就剩下 还有好几种感官 人类啊 有五种感官 除了视觉跟听觉以外 还有所谓的 刚刚讲过的 我碰你的皮肤一下 我碰你一下 我这样碰你一下 你就会有 有触觉 有触觉 那另外还有另外哪两种觉呢 啊 一个是味觉 一个是嗅觉 那所谓的tiktok internet啊 其实他就是希望啊 啊 这个我们透过这个internet 这个虽然在远距离的 这个两个人啊 或者是不管是人或者是物啊 啊 你你都能够感受到啊 这个我好像在我在远方啊 啊 好像可以摸得到你啊 碰得到你这样子哦 所以啊 这个未来的这一个啊服务啊 他们把它称作叫做 想要提供叫做tiktok internet的 这个服务 那tiktok internet的服务啊 就会跟mobile internet internet啊 他其实在技术上面啊啊 会有各种更更不太一样的 这个需求这样啊 不一样需求 所以啊 其实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需要有5G 啊 为什么需要有5G 那到底啊 5G啊 可能啊 未来的应用情境到底是什么 那 再来啊 可能就 呃 带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啊 我在产业界工作 我在工业院这边总共工作了 啊 今年应该是第28年的 第28年的 我从硕士班毕业就一直在工业院这边 中间只有 中间也有出去外面的厂商那边 很短的时间啊 大概一年 啊 但是啊 这个因为我在工业院所以大概 呃 特别我大概大概这20年来都做 所谓的行动通讯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大概对 行动通讯这边啊 到底做了这些技术 那你以后啊 能够找什么样子的工作 啊 我想会会大大致上还蛮清楚的 那比如说啊 这个我们啊 学啊这个行动通讯网路这门课 或者说啊你来啊 啊 研究啊这个5G这门技术啊 其实啊在台湾的产业界或者是整个全球啊 你就可以到很多的各个这个 不同类型的这个厂商那边去 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像电信运营商 大家知道什么是电信运营商嘛 像中华电信啊远传啊 啊这些就叫做电信运营商 那像国外有比较大的 像现在全球最大的单一个行动通讯网路的运营商 你们知道是哪一家吗 这家CMCC 啊叫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 啊现在是全球 应该是单一个网路里面最大的 一个运营商 那你你到底去电信运营商那边 到底都做些什么事呢 第一个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网路规划 网路建制 网路违运 那甚至还会开发一些应用服务 所以你如果慢慢的等一下 像我们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 整个5G的这个网路嘛 那甚至啊这个网路跟网路中间啊 网路的节点 跟网路的节点中间啊 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通讯协定 所以啊你当当你在做这些网路的规划 网路建制 你如果对5G的网路 包括它里面的通讯协定 都非常的这个清楚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 有机会啊 进到这个电信运营商那边去 找到一份还不错的这个工作 还不错的工作 那第二种的这个厂商呢 叫做网路系统厂 网路系统厂 那大家不晓得 知不知道什么叫系统厂 系统厂通常都是 系统厂的底下就是很多的做原件的啦 做原件的 那系统厂比如说像家里可能有WiFi嘛 WiFi AP 像说WiFi AP 那用厂商啊就叫做系统厂 当然WiFi AP是比较小的系统啊 一个小的系统这样子而已 像行动通讯网路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网路系统 比较大的网路系统 那国内做 这种系统的厂商 比如说像做基地台 像国内就有很多的厂商在做基地台 小型的基地台 像鸿海啦 中壘和勤 振文 起机等等等等 很多的厂商啊 他们都会做5G的这个小型基地台 他们从3G4G就都做这些基地台台 台湾很多 那这些公司啊 这个其实也不错 也不错 那像比较大的世界的大厂 系统大厂像毅力信 像华为 这个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一个大厂 那这些系统厂到底在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才呢 比如说它是需要做射频设计的人 那这射频设计啊 可能是电机的 或做通讯的人会比较适合 那也有做所谓的基频设计的 Faceband 这个大部分这两块啊 这两类的人大概都是 比较是电机系的 或者是电信系 或通讯系 这一类的人 他是比较做 网路通讯里面比较底层的东西 那像资工的人 你到这个网路系统系 你就可以做通讯系统研发 通讯协定系统 通讯协定 这个通讯协定就Portco 就是比较偏软体 所以大部分都是资工的人 像我 像我在工业院的工作 大部分是做这个 那或者是做系统产品 系统整合 包括基地台跟网路系统的整合 那因为我们做 做整个软体 然后做整个资讯系统 所以其实基地台跟网路系统 它也是个资讯系统 也是个资讯系统 所以像我大概这几十年的 二十年的 二十多年的工资 大概都在做这两件事 通讯协定 或者是做这个系统整合 整个网路的系统整合 这样子 那当然也做一些系统的验证测试 不过这是比较附加的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 其实资工的人 你如果对通讯系统学的不错 或者有兴趣 你就可以 也可以到网路系统厂来 那再有一类做手机厂 不过现在手机厂比较做的事情 比较跟 跟做通讯通常比较无关 因为他们的通讯的东西都交给 手机晶片厂去了 他们只要用他们做好的模组 放到他们的手机里面去 大概就解决了 百分之九十的问题这样 这是手机厂 那另外一类的工作 你可以到手机晶片厂去 手机晶片厂 那比较两个比较有名的 我想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高通 Qualcomm Qualcomm高通 那这一家厂商是全球 做手机晶片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No.1的公司 No.1 特别是它在3G跟4G的 这个手机的晶片 它是全球的No.1 那MediaTech 大家应该也听过吧 这是国内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 做得非常好的公司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台积电大家以外 可能另外一家公司 大家知道的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 那联发科其实它在5G的 这个手机晶片 有点点后来居上的这个感觉 有点点快要追上这个高通 至少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目前的阶段 以前联发科都是 执行的都是所谓的老二的这个哲学 就是它不去当老大 它都紧紧跟随着这个Qualcomm这样子而已 但是它慢慢发觉 这个一直当老二好像不太行 它的毛利率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 所以它在5G的时候 做法就不太一样 所以它现在5G的这个手机晶片 有点点赶上这个高通的这个感觉 那你到底到手机晶片厂去 可以做哪些事呢 那当然其实刚刚讲过了 手机晶片里面也会相 也会关系到所谓的 色屏晶片的这个设计 还有基屏晶片的这个设计 这两类的人也大概都还是电机通讯的人为主 电机通讯人为主 但是你说那个你们猜 这个像联发科 他是做手机晶片的厂商 你猜他 大家会觉得他好像做晶片吗 那你知道他里面光做软体的人 做这个通讯协定的人 他的团队有多大吗 就做4G的时候 因为我有一个工程师是从 联发科那边来 有两个啦 之前有两位从联发科那边来 他告诉我他们这个 他的他所在的团队 只是这其中一个 其中的一个而已 他那个team就有30几个人 然后他整个做通讯协定的团队 4G的通讯协定 大概有300多个人 300多个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 你学这个软体学资工 会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晶片产业去 晶片产业里面 这个非常需要大量的这个软体的人 做通讯协定的开发 通讯协定的开发 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对research比较有兴趣 其实你可以去做他们 像mediatek或高通 高通当然是国外的厂商 那像mediatek 其实他们现在越来越注重 所谓的专利的发明 跟标准的参与 那什么叫做专利的发明 专利大家应该知道嘛 我做一个技术啦 那我有些发明 那我就会去把它申请 说这个技术是我读 自己发明的 我是发明他的人 所以我拥有他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权利 这样的专利 那标准参与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刚刚讲过 做这个行动通讯 做行动通讯都是会有一些标准组织 来制定所谓的这些行动通讯 所要采用的技术 它会形成一个标准 那就会有一些组织 就有一些组织 那现在做所有的行动通讯 现在的组织 大概都已经被归于一了 一统天下的就是有一个标准组织 叫做3GPP 大家稍微要记得一下 有一个3GPP的标准 3GPP的标准 所以你如果要 你如果对做research 做一些研究 比较有兴趣的 其实你也可以进到 手机的晶片厂商那边去 去跟他们那边 发明一些的这个专利 去参加一些的这个国际标准 但是你不要看这个事 这个除了你的技术 你的research要做得够好以外 要能够去参加标准的人 通常还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就是你的语言 你的你的英文能力 要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不只英文能力 不只是这个读跟写 跟听而已 你还会说 而且还要说到非常的厉害 这样子 因为我们去参加标准 我也去过几次了 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么厉害 就是说可以 可以用英文去跟人家吵架 吵架 你如果去参加这个标准组织 你除了你的技术要非常熟悉以外 你要非常利害以外 你的英文要能够 达到跟人家吵架的那种水准 所以你如果对 做一些research 比较新的这个技术有兴趣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去做一些专利的发明 跟标准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工作 我想这个大家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你到底认识了5G 或者说学了这个5G的技术以后 你到底可以去找到什么样子的工作 那这些工作大概需要什么样子的技能 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我想这是对大家非常现实的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思考 那其实在台湾 其实做 除了做半导体产业以外 像台湾在新竹科学园区这边 其实有一大半的人 在做通讯相关的东西 包括晶片 包括晶片 当然通讯不只是行动通讯 5G这边 还包括WiFi 包括什么Bluetooth 那些都是所谓的通讯相关的行业 通讯相关的行业 那再来我就慢慢带大家 稍微认识一下这个5G 带大家慢慢进入到5G的梦幻世界 我想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是西班牙 西班牙 为什么要绣这张图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就会比较有比较多的机会啊 这个到国外去看看 所以我鼓励大家 其实现在当学生的时候 好好的把书念好 那不管是你以后做到了研究所 或到博士班 或者甚至以后到了工作的时候 你们要知道 我刚刚在前面鼓励大家 你们是进入到5G的世代 5G的世代啊 就是要比我们更好 比我们更好 其实啊 有一个重要地方 就是你们要 要你们的工作 要能够 能够跑到全世界各地去 当然像像我也就有机会 或老师啊 也就有机会到全世界各地去跑一跑了 但是我猜到了你们的这一个世代啊 你们跑到全世界各地去 工作的这个机会啊 会越来越多 那西班牙特别是这个巴塞隆纳 这个地方我总共去了三次 西班牙的首都是马德里 那它另外一个重要都市 就是这个巴塞隆纳 巴塞隆纳大家应该有听过嘛 是一个西班牙还蛮有名的都市这样 那最主要啊 它里面有 有好几个有名的建筑物 有很多有名的建筑物啦 或者说巴塞隆纳 其实最主要就是去看它的这个建筑物 去看它的建筑物 那它建筑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家 就是叫高地 高地啊 它在它的建筑物 它的建筑物光在巴塞隆纳 就有七个建筑物 被纳入到世界遗产里面 就是它的建筑物 它建筑物啊 号称是看不到任何一个直线 看不到任何直线 我这是题外话 就是鼓励大家 其实啊这个把书好好的读 把以后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其实你会有机会啊 到全世界各地去看看 到全世界各地去看看啊 你不是说啊 这个好像要炫 但是到全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啊 会让 会让你的视野啊 会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去巴塞隆纳呢 其实巴塞隆纳这边啊 会会有一个全球最大的通讯展 叫Mobile World Congress 大概每年的二三月都在这边举行 那后来这个Mobile World Congress啊 后来在亚洲 现在都在上海 然后在美国 美国好像在在旧金山那边 现在也都每年每年都有 但是全世界最大的都还是原本的 这一个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举行的这Mobile Congress 以后你如果有机会 做做行动通讯方面的技术产品 其实啊这个很多的 全球有名的这个厂商 他们最新的这个产品 都会拿到这边来发表 拿到这边来发表 那我想要讲的这个 跟这个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要讲的是有一个故事啊 这个是讲在这个格拉纳达的 这个故事 格拉纳达是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 是这边的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啊 我认为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地方 我不是基督徒了 天那个那个回教徒 特别的是欧洲这边的大部分 很多都是基督徒 但是啊这边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建筑啊 叫做阿尔罕布拉宫 阿尔罕布拉宫 它却是一个回教的一个一个建筑 很有名的建筑 那这边很多韩国人喜欢去这边观光 那这个故事啊 这个这个影片啊 就是韩国的一个剧 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剧啊 就好像把一个都市啊 把它变成是一个魔法城市一样 大家等一下看一看 花一点点的这个时间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用一点点想象力啊 就是未来的 未来的生活 当然这个是比较有点点 啊惊悚 有点点科幻 但是大家可以发挥一点点想象力 啊 哇 倒楞了 网路 大部分的 사람들은 阿尔罕布拉宫权的过程 黎拉大用达 黎拉那 黎拉那 是 隐酒的过程 是 阿尔罕布拉的 比较更加劲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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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你不在乒掉 我会买你的 你将台灣文化了 你不要 我原本是 你敢在英国 今天 我和你不在乒 你可能是不乒乓 我也想要去哪里 那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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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快的用这段影片 大家不晓得看了这段影片 有看到什么 其实未来的整个的环境 或者说整个的都市 有可能是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世界 虚实整合的世界 当然没有 大概不会像说 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 整个我们的生活环境 可能会充满一些的 虚实整合的应用这样子 我想一个比较很快的应用 比如像刚刚这个男主角 他有戴上 你有没有看到他戴上一副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当然现在的眼镜 不太可能做到像隐形眼镜那样子 就是在隐形眼镜上面做 AR VR的 display 但是慢慢的像国内 有一些的这个厂商 开始在做这种 所谓的能够提供 所谓的浸润式的AR VR的这种应用的 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包括眼镜 包括眼镜 那再配合上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应用 可能未来的这个 整个我们的生活环境 可能会是一个充满 虚实整合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就是5G的这个应用 特别的应用 大家所提出来 就是在工厂自动化 在工业上面 所以大家应该也有稍微听过 叫做工业4.0 就是慢慢把很多的这一个自动化 很多的这个AI 然后包括5G 这个纳入到我们的工业的生产线上面的一个 一些的这一个技术 那称之后叫做工业4.0 那未来5G在工业4.0里面 也扮演一些这个不可或缺的这一个角色 那这边也有其他的这个影片 比如像未来的这种机器 比较大型机器的一些的诊断 我觉得有些机器它会故障 大型的引擎会故障 那可能啊 未来这个上面会有一些的这个应用 等一下 等这个广告稍微过一下 一直只宛如小蟑螂般的机器人 随着管线深入引擎内部 带着探照器精细检测每一处机键 直到电脑显示扫描完毕 这是劳资来自开发中的超微小机器人 检测引擎不再需要大费周章拆卸 或是五个小时的维修 未来五分钟就能搞定 放在手掌上来看几乎只有一个矩节的大小 蟑螂机器人体积仅1.5公分 配备热保护能耐受引擎的高温 除了可以检查引擎损伤 还能够去除碎片 双方身区随着环境还能自由转向 这个以蛇身为灵感的机器人 配备小型摄影机 能够像内视镜一样在引擎里面穿行 提供即时影像画面 或对图层进行临时修复 甚至还能跟蟑螂机器人合作 看称工程师最好帮手 让高端的技术人员 在远端就能遥控执行专业的维修工作 未来这些微型机器人 选举将进一步应用在医疗 协助医生检查肉眼看不到的人体问题 东森才的新闻综合报道 所以像机器这样的一个诊断 或者是修复的这些的小型的机器人 或者其实现在用在人身上的 人身上的 其实像内视镜那些 慢慢都会有进一步的演化 另外的这种5G的应用 用在自驾车 或者是这边我举的例子 叫做Teleoperated 大家如果看看 看以后读到这个字 Tele Telephone Telephone 你如果用在前面 它就有点点是remote的那种味道了 就是远端远距的 远距的操作的这种驾驶 远距操作的驾驶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例子 用在车子上面 5G 我今天这个网路 下班的有点 和它一样 5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driver seems sitting in the car to drive it like people do today Applications for teleoperated driving could be applied to dangerous environments like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fields There are other scenarios where teleoperated can play a major role such as car rental and car sharing projects In June 2017, Huawei has also conducted platooning trial in Germany and in China With 5G ultra-low latency, the control signals can be transmitted from the pilot car to the following cars within 5 milliseconds It allows the platooning fleet to manage all events such as the close tracking, the lane change, and the emergency brake easily 我想时间的关系就让大家稍微这样看一下 所以像这种teleoperated的这种系统 比如说虽然这个车子上面可能应用的还算比较少 但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个应用 像国内现在其实也很流行的drone drone那种无人机 小型的不管是小型或大型的无人机 它就是一种teleoperated的这一种系统 它可以到处飞行到处去拍摄这样 但现在车龙因为现在操作者跟那个车龙中间的他的那个connection 可能有些目前可能用的都还是一些其他的通讯技术 那有些通讯技术拉开可能那个延迟性比较长 或者是它的距离比较没办法拉到那么长 那等未来整整个这个5G 也把它应用到那个drone上面的这一个时候 你的无人机的这个拍摄 它可能会进到另外一个不太一样新的这个境界 那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teleoperated的这种的应用 远距操作的一些的这一个应用 那所以大家看完这些的这个应用 最主要其实是让大家了解 我想很多的这个技术是因为慢慢啊 这个就有一些的这个应用上面的这个需求 像刚刚看到那部影片 那可能可能都是好多人前拍的了 但是开始慢慢的他们会去想象啊 未来整个城市的应用或者是车子上面的这个应用等等 那所以进入到这个5G啊 其实它就 我们可以说啊 它的应用服务啊 跟4G啊 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到底有哪些的这个不同呢 那最主要它有三大类的这个应用 三大类的应用 第一大类叫ENVB ER这个这边用的是enhanced 但是应该不是非常正确 应该是叫extremely 非常巨大频宽的这个应用 extremely这种mobile broadband mobile broadband的这个应用 那像3D的这个video啦 非常ultra high density的这种荧幕啊等等 等等的这些的应用 都是所谓的ENVB的这个应用 那第二类的应用啊叫MMTC 那可能有些人已经有学过一些5G的课 可能这几个词不陌生 叫massive machine type的communication 像我们在都会区啊 可能慢慢的很多的这个 包括工厂自动化等等 smart city 它可能啊这个使用这个internet 或使用这个通讯设备的不再是人 不再是人而是有些machine啊 有些其他的东西来使用 那第三类的这个应用啊叫做URLC 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UR LLC的应用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非常可靠 而且它的数据的这个传递的这个时间呢 是非常短的一种的这个通讯的这个服务 那像刚刚的tele operator 或者是真正的做到self driving 自动驾驶的这种车子 或者有一些性命攸关的一些的这个应用 或者是在工厂里面 industry的应用 这些啊可能都叫做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的这个complication 那当然有些应用啊 或者说很多人这个应用 不只是其中的一种啊 那比如像AR VR或者是工厂里面的这个应用 它可能啊或者甚至啊汽车驾驶 远端汽车驾驶的应用 它可能既是Ultra Reliable的 而且Low Latency的 它又是这个EMBB的这个应用 所以其实5G整个未来应用的这个场景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复杂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应用 那各种各种不同的这个应用啊 就会对5G的行动通讯网络啊 它的技术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要求 所以慢慢啊 其实我们做技术啊 其实就是会从 这个应用的这个需求 慢慢啊把它导向啊 这个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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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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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所谓的技术上面的 到底你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啊 也就是我们做技术人常常讲的这个 有些啊technology的一些kpi啦 技术上面的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 那5G的话 它的啊技术的kpi啊 就非常非常的多面向啊 那最主要分成三个面向啊 第一个就是delay 刚讲的一个是support的 其实就跟刚刚三大类的应用 其实是相对应的啦 那个envb啊就讲 强调这个support 那ultra reliable跟low latency啊 就强调这个delay 非常强调这个delay 那另外一个面向啊就是link数 就mmtc的应用 它强调啊这个 连结的这个数量呢 要非常非常的大 大致上就分成这三个轴面啊 那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同学们时间关系 可以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另外啊包括它的battery 电池的的寿命 电池的寿命 还有它对energy的这个saving 等等啊都是5G所要考量的这一个点 因为像用在machine type的东西上面 它的电池啊就不能够常常更换 所以啊它的battery就需要更有更有效率 能够放得更久 而且啊它每传送一个batter的那个 手消耗的能量要能够更低 能够更低 所以慢慢的其实我们做技术啊 就是慢慢会把一些 应用服务上面的需求啊 慢慢把它转换成 技术上的一些的这个kpi 然后呢再根据这些技术的kpi啊 提出啊这个 慢慢的我们需要哪些的这个技术 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技术的这个kpi 所以接着我们慢慢就啊 开始要带大家进入到这个 5G的这一个网络啊 5G的网络 那进入到5G的网络之前啊 我们就稍微先看看啊 这个标准啊 标准其实刚刚讲过啊 这个5G的标准 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第一个版本的这个标准出来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出来 那那时候叫做non-stand-alone的 就ENDC它是4G加上5G 4G加上5G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non-stand-alone的 non-stand-alone 那另外呢 9月的时候啊 才完成一个叫做stand-alone的这个标准 2018年的这一个9月 那所以现在啊 大概你标准那时候完成的时间 大概是3年了 3年 3年 那所谓stand-alone啊 就是它的5G网络系统 它其实只要有自己5G的基地台 就可以单独来运作 那所谓non-stand-alone啊 就是它必须依附在4G 或者其他的这个基地台上面 它才能够运作 这种啊都叫做non-stand-alone 那慢慢啊 我们就大家大家稍微认识一下什么是5G的这个网络啦 那当然这个这个图啊还是经过简化过的简化过的那不管是4G或5G啊 其实简化过的网络大概都长这样 都是长这样 那我想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一个UE啦 叫做Use equipment 那其实很简单讲就是你手上的手机啦 那当然到了5G的这个时代 可能你的UE不只是手机 手表啦或者是有一些机器上面的sensor上面 可能都是一个5G的UE 5G的一个UE 手机进来之后啊就会有基地台 那基地台4G啊就叫做enobi 5G叫做genobi 那基地台后面啊就会有一个核心网络叫EPC EPC是4G的核心网络 那5G的核心网络啊就叫做5GC 5G Core 5G Core 那我不晓得另外有一个有一个学长是 现在是也是有名的学者 那个交大的资工资讯学院的院长 现在是资讯学院的院长 陈志成学长 他就做了一个叫free 5GC free 5GC 5G的核心网络 那我以前啊我以前也做核心网络 但是现在不做了因为发觉做核心网络不太容易卖 不太容易卖 所以我现在是做基地台 基地台我做这边这样子 那除了基地台跟核心网络以外啊 其实一般学生啊或者是可能比较不会去探讨 其实啊这个基地台跟核心网络或者是核心网络要连接到外面的这个网络啊 下面都还是会有一群的一个一层的这个网络啊 我把它叫做传输网络 transportation的这一个网络啊 就是啊这个4G跟5G的这些网络啊 他的traffic或者是啊他的控制的讯令啊 都还是下面必须有一个传输网络层来帮他做传输 那现在啊 现在基地台跟核心网络中间啊 或者是他们很多元件中间啊 底下的传输网络啊 通常也都用所谓的IP网络 IP网络IP网络大家总还知道吗 Internet Protocol的这个网络这样 所以底下就是一大堆的这个IP网络的这个设备 那为什么先先跟大家讲这个啊 因为啊我们后面啊会 或下次的课啊会讲所谓的Slicing 那Slicing啊就就不只是核心网络 这个网络的Slicing 那整个网络的Slicing 必须包括核心网络 包括基地台 还有包括下面的传输网络层 都必须要能够做到所谓的Slicing 才能够提供给手机啊 这边所谓的Network Slicing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先把这个这样的架构啊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啊 那接着啊就让大家知道啊 其实啊这个网络还分作所谓Stand-Alone 跟Non-Stand-Alone 那所谓Stand-Alone啊就是单独一种基地台 它就可以组成一种网络 那不管是4G的基地台或5G的基地台 只要你单独一种网络 单独一种的基地台 就可以组成一种网络的叫做Stand-Alone 那上面的核心网络啊 你可以4G也可以5G 可以4G也可以5G 4G的基地台可以接4G的核心网络 但是4G的基地台也有可能可以接5G的核心网络 其实5G的基地台也可以接5G的核心网络这样子 那Non-Stand-Alone呢就是 你有一个基地台它必须依附在 这个有一个主要的基地台底下才能够运作的 这种叫做Non-Stand-Alone的架构 Non-Stand-Alone 像这种啊就是所谓的ENDC 它必须是以4G为主 5G为辅 5G为辅 这种的叫做ENDC ER就是LTE的ER N就是NR就是5G的意思 所以叫ENDC 那另外也有所谓的NEDC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Dual Connectivity 那这种Non-Stand-Alone啊 手机它就需要支援两种的这个 同时支援两个Connectivity 既支援4G它又必须支援5G这样 那通常啊这种4G跟5G啊 到底会采用哪一种的网络架构来部件呢 其实是根据业者的需求啦 业者他有各方面的这个考量 他有可能先布这个ENDC的 也有可能他就直接布Stand-Alone的 但是呢他也有可能经过好几个Migration 从第一种转换到第二种 再慢慢慢慢转换到全部都是5G都有可能 或者是啊以后4G跟5G啊会并存 很长一段的这个时间都不一定 所以他会是一个Migration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那不同的电信业者啊 他就会有他不同Migration的的规划 Migration的规划那像这个的话是澳洲澳洲那边的澳洲电信的 他们当初规划的一个strategy啦就是 他们可能选选择两种啊 一个是从Option3过渡到Option7 或者是Option3X过渡到4这样 那什么是3或4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张比较有点可以参考的可以讲一下的 这是Korea Telecom韩国电信 像他们第一个阶段推出5G啊 他们就推出所谓的ENDC 那他们的这个ENDC啊 他们的ENDC就是以4G为主 但是他们的N呢就是NR5G呢 他们是选用了28GHz的 这NR28就是所谓的28GHz 5G啊5G他所使用的频段啊 会有两个主要的频带 一个是36G就是6GHz以下 那一个是MiniMiniWave 那MiniWave呢大致上是2829或3839 那韩国那边呢就选择是28 那为什么他需要他他他他他来首先来选择这个呢 因为MiniMiniWave有非常高的这个频宽 但是呢他的基地台很小 而且他的对对建筑物的穿透性很不好 所以呢他他用这个LT啊当作最主要的 然后最也是当作最主要的coverage 只有在HotSpot的地方才去布建 这一个5GMiniWave的基地台 这样子呢初期的时候就能够满足他 做到非常高频宽的这个需求 在HotSpot的地方 然后呢慢慢呢他就 就过度啊慢慢开始把36GHz 就3.5GHz的这个基地台引进进来 引进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做EMDC 或者是做Stand-A-Lone都可以 然后呢慢慢慢慢啊再取代掉成为变成都是5G的 那5G啊他也会有所谓的Dual connectivity 也会有Dual connectivity 只不过这个Dual connectivity啊他 他大家会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概念 他一定是比较低频的当作主要的啦 因为比较低频的哈 他基地台的coverage会比较大 coverage会比较大 他也比较不容易受到建筑物的干扰 通透性会比较好 所以他一定都是当作主要的 那通常比较高频的都是在强调 他要提供比较高的频宽 比较高频 所以他当作次要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5G的时代啊WiFi应该是会继续存在的 所以各家的电信业者啊都还是不会忽视啊 这个提供一些WiFi的这个服务 服务这样子 我这是5G的这个电信业者啊 对5G网络部件的一些的 他们有可能的一些的推化了 那当然大家目前啊 目前看起来大家都是先布这种了 但是是不是都是布恩啊 28的就不一定 像台湾台湾可能就是LT再加上NR3.4点多的 那应该是我记得是4点多还是3.5的样子 都是比较低频的 不太一样 那再来就慢慢开始帮大家稍微 我想今天可能就讲到这张头影片 先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5G的核心网路跟4G核心网路 就就有点不太一样 5G的核心网路就变得更 你如果看上面的元件啊 就会觉得更更复杂 红色框起来的部分就是 5G的这个核心网路的部分 但是大家如果去研究5G的核心网路啊 我想最主要啊 他跟4G哈 他跟4G的核心网路啊 会有两个两个最主要的啊不同 第一个是5G的核心网路哈 5G的核心网路啊 他开始引进的叫做service-based的架构啊 5G的核心网路啊 他是走所谓的service-based的架构啊 什么是service-based的架构 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在在在这个课上面多讲 但是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去啊上过所谓的web service web service 他就是一种啊以service为导向的一种架构 所以啊这个5G的核心网路啊 其实啊他就是把慢慢啊 要把啊在internet上面提供服务的那一套机制啊 把它也引用到引进到所谓的核心网路这边来 所以啊他第一个特点啊就是核心网路跟核心网路中间的啊 核心网路中间的这个每一个节点啊 或每一个方许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方许或一个节点啊 他节点跟节点中间或方许跟方许中间啊 他这些的界面 哦虚线的这些啊我们把它叫做界面 他跑的都是所谓的http-based的protocol 哦htt-based protocol 然后上面呢就会跑一些 用用一些json的格式啊 带一些这个information这样子 所以啊第一个就是他的界面 为了提供service-based的这个架构啊 他的界面啊全部都是http-based跟json-based的 那第二个啊他就引进了啊web service的一些的这个功能 那最主要啊有两大块啊就这两块 Network exposure的方许跟啊啊 Network repository的这个方许啊最主要就是这两块 好这两块 NEF跟NRF 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啊web service啊 或者是说这种service-based的东西 他是允许啊第一个就是啊我的这个service啊是 是可以动态增加的动态增加的 所以啊就是说我的这个service啊 他是可以动态的要求啊加入到这个啊网络来啊 或者是啊离开这样子 那为了要加入啊啊然后你加入之后啊 你还要让啊要用你这个服务的人能够来找得到你 所以你必须啊把你的这个service的capability 要能够让大家知道 人家也能够来discovery到你 找到你 所以啊他就定了这两个方许 NEF跟NRF 那可能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再针对啊 这两个方许啊我们能够有一些的这个介绍 那所以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 5G的核心网络系统啊 第一个首先他先引进啊所谓的啊 啊service based的这一个架构 那最主要第一个他的界面啊都采用 啊web的东西啊采用web的界面啊 就htp的界面 杰森的这个档案的的资料结构格式 第二个他他放进了这些的节点 这两个节点啊为了要做所谓的service based 这是核心网络的5G核心网络的第一个特点啊引入了service based的架构 第二个啊这个核心网络 5G的核心网络他要提供所谓的啊slice啊network slice的功能 所以他新加了一个功能叫做network slice的selection function 啊就是说啊当我的网络啊切片切好之后啊啊手机上来啊他要网络啊要能够知道我这个手机啊到底他要选择或者是他可以啊选择啊哪些slice来使用啊比如说我有我有这三三个slice啊一个就是emvb的slice 一个是就是emvb的slice一个是就是emvb的slice假设是这样子啦不见得哦那网络这边呢他就啊会有一个network select啊network slice的selection function 他会知道啊这个网络上面啊有这三个slice然后呢你这个使用者在注册的时候你到底subscribe了哪几个slice的service这样子那就可以同意啊或者允许你来使用这样 所以啊另外一个很大的功能啊5G核心网络系统啊他跟4G网络啊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要提供network slice的功能 那他在节点上面的功能方面就加入了这个network slice的selection function 那这个slice啊除了加入这个network slice selection function啊其实刚刚啊所说的啊加入这个所谓的 service base的这个功能啊也是为了能够达到啊slice啊提供network slice这个功能的必要的手段啊必要的手段啊因为啊以后每一个核心网络 每一个slice啊啊他所需要的核心网络的功能啊都可以有一些的不同啊有一些的不同 当然有几个基本的是必要的啦像AMF SMF跟UPF这三个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有些的这个function啊他就不见得需要 所以啊就需要加入所谓的service base的这种架构 让这些service啊可以动态的加进来或者是我我就不见得要加进来 透过那个service base的这种注册啦加入的这些过程 所以啊就能够让这个网络的这个slice啊每一个网络的slice 组成起来的时候就每一个slice都提供不太一样的这个功能这样 啊所以啊这个就简单讲啊这个5G的核心网络系统到底啊跟4G的这个核心网络啊或3G的核心网络到底有一些啊有哪些比较大的这个差异 大概就是啊就我来看来就是这两方面非常大的这个不同这样子啊我想这是帮助大家啊这个如果你要研究5G的这个核心网络 我想啊可能必须比较着重的点啊一个是service base的这个architecture一个是啊所谓的内容slice的这个功能 那我想后面还有一些的这个投影片啊我想介绍比较细部的核心网络的功能我想下礼拜讲的时候我稍微很快的再带过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今天啊啊第一次的这个课啊我演讲啊我就就先讲到这边这样好不好 大家不晓得有有什么问题吗我大概投影片大概讲完现在大概时间也差不多八点 大家有在线上吗还是都不见 有的有 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学长 看看老师有没有要说话老师应该要说话 那是是是 那 晴峰谢谢感谢啊我们的梁学长啊在这里啊 很多很多很多很基础的很这一些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尝试来认识 我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 那各位同学不知道什么问题没有来请教我们梁学长 嗯梁学长在这里研究了几十年啊 二十几年了这个我想应该很多的心得的同学也不怕同学来问的啊 因为非常复杂啊 不过就是讲如果讲太太西部的东西可能会不太容易 OK OK 好看大家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的话下礼拜我追 OK那边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大萤幕在那里 啊有大萤幕啊有个大萤幕在那里 下礼拜我就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做了基地台啦 然后会进一步讲到所谓的Network slicing OK 那会会更技术会更不太容易 OK 不太容易对 是有关于那个基地台的 slicing 跟那个Core Network的 slicing 还有Transportation layer 啊会比较着重在基地台的 slicing OK非常好 对对对对 当然Core Network会稍微带到一点点啦 因为那个整个要建所谓的 slicing 会跟Core Network还有NS 刚刚讲的NSSF那边也都会有点关系这样 是是是 那最主要是讲基地台的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事要做 那大致上那些东西是怎么做的这样子 OK 因为我们有几位同学在做那个基地台的部分 slicing 那个resource block怎么怎么运作 怎么去做allocation的SRA的那个allocation 这样子 是这个可能必要是要去帮我们指导一下 之前就在做这个 里面其实就是要做 其实有一些是没有标准的东西 OK 就是你如果要做rain slicing 我下礼拜会讲要做到所谓的 resource的isolation 就是slice跟slice中间 它的resource要能够做到isolate 就是你isolate就是独立的啦 就是你要把它区隔开来这样子 是是安全上的 slice跟slice中间不能够彼此互相影响到 OK 不要做所谓的isolation这样 那isolation怎么做 这个标准没有一定的做法 那公文院这边有公文院的做法这样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OK太好了太好了 对大家来讲也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今天就非常感谢 这个梁学长 这个也深入浅出能够讲到讲出一些 告诉我们一些很非常基本 让大家也知道 原来乳鱼就是长的这副德行 虽然我们的课堂上也讲到一些技术 可是我们没有讲到这么detail的那个部分 这么基础的那个部分 那基础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这个基础 你才能知道往上去看那个更细 更细微的技术更高深的技术 OK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下礼拜我们还是 各位同学 我们下礼拜还是六点半开始 六点半嘛 谢谢 下礼拜四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